我們看一下這題目 試問960的正因數共有幾個 那麼首先我們把這960做直因數分解 那麼這裡我們採取這樣的方法 960這是96去乘以10 那麼96呢是48去乘以2 那麼10是2去乘以5 48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是16去乘以3 所以這裡乘以2乘以2 這是2的2次方 那再乘一個5 那麼16這時候是2的4次方 所以這2的4次方乘以3 再乘以2的2次方 再乘以5 所以這裡我們看出 這是2的6次方 然後乘以3 再乘以5 那麼這960 它的標準分解是為2的6次方 乘以3的一次方 乘以5的一次方 因此呢 它的正因數共有這6加1 去乘以1加1 去乘以1加1 這麼多個 那麼這等於6加1 這是7 去乘以1加1 這是2 去乘以1加1 這是2 所以呢我們算出 總共是28個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